据财新网 欧盟在10月初宣布 对产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 正式启动反补贴调查 由于涉及公司数量较多 欧盟委员会采取抽样方式 确定最终调查目标 当地时间10月25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 选择比亚迪 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 作为目标公司 推荐阅读 反补贴调查启动 欧洲担忧回旋标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清 穆 本报记者 陈子帅 自欧盟4日宣布 开启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后 欧洲经济界担心此举 或引发欧中贸易战 德国新闻电视台称 宝马方面已警告欧盟 不要进一步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惩罚性关税 认为此举可能会产生回旋标效应 德国经济周刊批评称 有欧盟官员推测 中国电动车 凭借巨额政府补贴下的 价格优势扭曲市场 却没有任何证据 2022年 中欧贸易额达到 8473亿美元 如此紧密的经贸关系 最不应该的 就是陷入一场贸易战 宝马CFO的警告 德国商报称 欧盟要求在中国生产 电动车的汽车制造商 提供价格和成本的详细信息 以评估政府 对电动车行业的支持程度 宝马首席财务官 CFO沃尔特 莫特尔表示 收到欧盟调查问卷 特斯拉也被波及 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特斯拉在西欧销售 约93700辆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德媒称 欧盟将根据调查结果 评估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征收反补贴关税 来消除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 调查预计将在启动后的 13个月内完成 临时反补贴税可在生效后9个月内征收 最终措施则将在调查启动后13个月内出台 莫特尔认为 如果欧盟实施惩罚性关税 将不会是正确的决定 如果欧盟的举动 最终导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 可能会对我们的业务产生更大的影响 莫特尔警告称 历史表明 此类关税带来的后果将不止于单边关税 而是产生像回旋标一样的强烈后果 德国焦点周刊称 大众汽车也对这一调查提出批评 我不相信惩罚性关税和进口限制 大众汽车品牌负责人托马斯 谢富表示 该公司并不认为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迅速发展 是一种威胁 谢富表示 我们支持开放市场 德国工商大会也对欧中贸易战风险表示担忧 问题在欧洲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 中国电动汽车通常比欧盟制造的车型便宜20%左右 然而 多位业内人士对汽车表示 造成欧洲电动车售价高昂的原因 很多是欧盟自身的政策所致 比如 进入欧洲市场的电动车 安装的电子设备越多 所需认证的要求就越复杂 运费 进口税和配送的费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 用于广告和人工的费用也比中国高许多 一些购买中国电动车的消费者也并不认为中国汽车拥有廉价竞争力 一位柏林司机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他拥有的一辆中国品牌SUV在德国售价约3.8万欧元 而在中国的售价紧约合2.3万欧元 有观点认为欧盟针对中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政治作秀 日本共同社6日的报道称 欧盟一方面出台推动电动车普及的环境政策 另一方面则对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可能占据市场 感到焦虑和警惕 因而采取行动 此举也有为欧洲车商研发降低成本的技术拖延时间的一面 共同社称 中国今年1至6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75.7%至约214万辆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冠军 带来这一飞跃的原因是 中企能推出在设计价格和性能等各方面 综合实力出色的高性价比产品 据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分析 中国汽车出口将在2023年超日本 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相互富能才是发展之道 行业数据显示 过去两三年 中国电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 从不足1%增至8% 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15%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赋予武 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中国在汽车产业的智能和电动化赛道上 占据领先位置 这是很多欧洲老牌车企所不能接受的 欧盟之所以将本土企业也纳入调查范围内 是为了让这场调查表面上显得符合逻辑 说得通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 中国很早就聚焦于电动车产业 并且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自身优势 非政府组织交通与环境负责任威廉 托斯对慕尼黑水星报 批评欧洲汽车行业缺少投资 并且充满傲慢和短视 他警告欧盟的反补贴调查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升级和报复措施 更多的专家担心欧洲汽车工业会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该行业约30%至40%的产品消往中国市场 傅玉吾表示 全球汽车产业朝着智能电动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欧盟针对中国车企的不友好政策 阻挡不了中国车企进入全球市场的势头 欧洲汽车如果想维持曾经的影响力 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产业变革要有更清晰认知 其次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 要培养和吸纳更多软件人才 最后要寻求跨国界 跨产业 跨学科的协同合作 欧中车企过去有诸多成功合作的案例 互相赋能才是更长久的发展之道 以上